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讲一下故宫 大家都知道 刚刚香港回归25周年 中央送了个大礼给我们 就是故宫文化博物馆 在香港落户 我想考考你 究竟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个故宫文化博物馆 有三个 是哪三个呢 就是在北京故宫 台北的故宫 和香港的故宫 是的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些故宫文物 其实在我们民国时期 都经历过几次的大搬家的故事 为什么有些故宫文物 会走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馆 这个时间就要回到1931年 当时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很快我们中国的东北三省就沦陷 而在北京这个地方 其实和东北三省都是非常接近 很快已经感觉到 这个战争有机会会波及到北京 当时的国民党就已经开始讨论 究竟故宫的文物应不应该要作出搬迁 展开了一个讨论 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张继 就提出要将所有的故宫文物 应该要搬去一个我们中国以前的一个古都 世岸 没错在后方 而另一派的意见就是当时 第一任故宫博物馆的院长 易培基 就认为要将这些故宫的文物要搬去上海 当然说得上是一个大辩论 当然也有些人是认为不应该搬迁 主要是以当时的故宫博物馆的助理吴盈 就提醒这个易院长就跟他说 其实只要文物一出这个神武门 就可能会有很多是非 很多问题发生的 但是当时这个易培基 就是院长就认为 去到国难当头大敌当前 我们就不应该怕这些事情 为了保障我们的文物为先 所以后来这个不搬迁的意见 基本上就没有了 之后去到1933年的1月 日本就攻陷山海关 时局更加紧张 所以当时故宫文物搬迁的任务 就势在必行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的院长 就是宋子文 就是这个蒋介石的大球 当时他就作出一个承诺 只要不平安静 文物就会归还回去北京故宫 最终这些故宫的文物 就决定要迁往上海 就是1933年的2月5号 当时大量的版车 就经过紫禁城的北门 就是这个神武门 去到日落时分 当时由紫禁城去到火车站一段路 就全面实施戒严 将一早已经精心打包好的1955箱的故宫文物 就经由这个版车就运到火车站 然后他的目的地就去到上海 当中还包括了在清朝的时候有什么重点的文物呢 第一个当然要说就是四副传书 还有有很多其他的那些肉器 瓷器等等不同的书画 而装载这些文物的专列 也是高度设防的 因为那时很怕中途会有折劫 所以专列上面 既有这个机关枪 所有的车卡里面 都有一些 賀枪实弹的军警 是护送的 还有这个张学良的骑兵 在这负责去护送的沿途 在中间除了一些特别快车之外 所有的列车都要让位给这个专列 所以很快这个专列就在第一次的转移里面 就将所有的文物安全地送到上海 时间过了大概三年左右 到了1936年 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 中国局势就越发紧张 而另一方面因为国民政府定都在南京 所以这个故宫的文物就由上海搬了去南京 但是1937年就发生了什么事呢 盧沟桥事变 是的 所以在发生盧沟桥事变之后 国民政府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就决定要迁都重庆 而留在南京的这些故宫文物 也都面对着他第二次的搬家 当时第二次就给第一次惊险了 因为那时候就要兵分三路由南京出发 有些是行陆路 有些是行水路 去到西南的大后方 中间还遭遇到有日军轰炸 有土匪的截劫 但是在这个沪桑的军警的守护之下 最终一见不漏地全部转移到大后方 这个也可以说是故宫文物转移当中最惊险的一次 到1945年大家都知道抗战终于胜利 那时候这些文物又由西南的大后方 开始运回南京 并且准备进一步运回北京故宫 但是在同一时间又爆发了什么事件呢 解放战争 对了没错就是这个国共内战 而在这场解放战争打了没多久 大家都见到国民党的军队是屡战屡败 所以留在南京的这些故宫文物 当时国民党就决定要将他们再一次搬迁 那这次就要搬去台北 没错了 那时间就去到1948年的年底 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就在这个淮海战役当中 打了一场大的败仗 基本上这个衰亡都没办法逆转 于是就提出了要将这个故宫文物 在南京迁徙去到台北 而这次迁徙的地方 其实正正就是11年前 由南京搬去西南大后方的同一个地方 就是南京的下关码头 当时国民党的海军司令 这个桂永清 本身手上能够掌握的船只已经不多了 因为淮海战役都已经输得很多了 他调派了一只国民党海军的一只 叫做中鼎号的平底运输栏 就将320箱的这个故宫文物 就由南京就运往台北的基隆港 那这个是第一次 而第二次就去到1949年的1月6号 其实相距都是大概三个礼拜左右 第二批的故宫文物就被再一次调派去到台北 那次就用了招商局的一只叫做海户轮的一只轮船 那这只轮船就比较大 所以当时就运了最多的一批文物 一共1680多箱 这次当中就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最出名的四副传书 和当时留在南京的大部分的青铜器都运了去台北 亦都很多成为了后来放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堡 那去到第三次呢 其实才是最惊险的一次 那为什么要说第三次呢 因为第三次就去到1949年的1月28号 当时正正就是农历新年的前夕 那时候一共有1700多箱的故宫文物 已经堆放了在下关码头这个位置 并且就派了重兵把守 然后去到那天的下午 码头就迎来了一架国民党的海军的军舰 叫做坤伦号 这个军舰的到来 其实主要就要运载这1700多箱的文物去离开 但是当船来到之后 发现那些工人就不动手 你猜为什么 因为没有钱给他们 没错 因为工人正在骂罢工 其实那段时间的国民党 就是这个国民政府 正在面临着一个经济的崩溃 因为与此同时 除了故宫文物要运往台湾之外 他也同一时间大量的黄金运到台湾 所以当时的社会上面 就出现了很多经济的擠提 甚至乎所发行的当时的金元券 就全部面临大幅度的贬值 所以工人就罢工 后来经过一番交涉 工人的要求就全部答应了之后 工人才开始搬东西 不过搬搬下又发生一个插曲 有一大堆的男男女女 就拖着很多的行李 就来到这个码头要上船 原来这班人全部都是 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家属和人员 当时来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所以司令部的人员 就全部希望搭船一起过台湾 而这个昆仑号 原本是一艘军舰 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 就将它由一艘军舰 改变成为一艘运输 其实就将很多东西要运到台湾 这艘运输舰有前后两舱 当时大量的海军司令部的人员 上船后就已经霸佔了后舱 也导致在前舱只能够摆到500个箱 在这个时候 当时海军司令贵永青上船 希望协调家属 叫他们先下船 让这些货物上船之后 才再找办法将他们运送去台湾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跟他们一起上船 是可能比他们人民更重要的 一些故宫的民物 国宝 最终当然协调不成功 那些人上船 怎会跟你下船 所以最后 这个贵司令唯有将船上的所有寻室 医疗室 和餐厅全部拆空 用来摆这些故宫的民物 先安装了972箱 当中有些甚至不够摆的 要摆上甲板 他会不会太重沉船 正正就是这样 我们一会说到他去台湾的经历 去到准备开船的时候 突然间又有人运送了四个大箱 并且一再叮嘱说这四个箱很重要 究竟这四个箱是装着什么呢? 原来这四个箱里面 就装着了一个精誓的增保 碧玉屏风 因为碧玉屏风 其实1941年 汪精卫 即是汉奸 他将故宫的民物 碧玉屏风 送给当时日本的天皇 但是当日本投降之后 就要退回来 所以这个国民党的军艦 就将碧玉屏风 带过去台湾 然后因为极度超载 所以这架昆仑号 虽然没有尋到 但是由1948年1月28日啟航 因为中途不断停靠在岸上补给 最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去到1949年2月22日 才正式抵达台湾的基隆港 而在船上的乘客 在这一刻才知道 原来和他们一起去到台湾的 是这些价值延城的故宫文物 这三次就是当时北京故宫的文物 就搬迁去到台湾 在这里之前 当时的北京即将解放之制 民国的教育次长 这个航立母 还很急地想将北平故宫 即是现在北京故宫的一批文物 就再运到台湾 但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这个马恒 就多次推堂 一再拖延 才令到有很多的文物 就留在北京 就是刚才这样说 这三次的文物 由国民党将它搬去台湾 一共搬了2900多箱 占了当时搬去南京文物的四分之一 而其他的故宫文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也陆续在南京 或者其他西南大后方 就慢慢搬到北京故宫 那最近的文物 不是全部搬去台湾 在数量上 台北的故宫博物馆 当中一定不及北京的故宫 但是当时能够被国民党搬去台湾 都可以说是精挑细选 所以里面都有很多的精品 那说起台北的故宫博物馆 大家一定会想起 两款的镇馆之寶 就是翡翠白玉 和玉形石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包括了大量的青铜器 幸好当时留在南京的一个最大的青铜器 斯武武鼎 因为要用起重机才搬走 所以就留在中国内地 现在就放在国家博物馆里面 另外第二类当然是书画类 那时候有很多宋明的书画 都被搬去台北的博物馆 还有瓷器、玉器 以及各类的文献等等 所以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里面 真的有着大量的珍宝 那不过呢 今天我们两岸三地 三间故宫里面 其实大家的文物 都是被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所守护 那更重点一样东西 就当然是 在我们对岸的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馆 是每一天都提醒着我们对岸的同胞 其实我们的根都在这个中华大地之上 而在香港成立的这个新的故宫博物馆 也都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好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汇聚点 但是现在想入都入不了 之后一定会有机会入的 门票 一票难求证明 实在太受欢迎 那穆sir也都之前曾经 在故宫博物馆开幕之前 进过去这个博物馆 访问这个馆长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今次关于这个故宫文物 迁移之旅的这个故事 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个铃铛 下次再跟大家讲其他中国历史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叫穆家俊 我是全国清联委员 亦都是一个中学教师 我主要就是教中国历史 和通识科 平时我都很喜欢 和我的学生去分享一些 历史故事和一些小道理 那今天我就希望用我这个Vlog 去感受香港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身体香港 国安家好 那今年就将会是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而我身后面的 香港故宫博物馆 亦都会将在7月份正式开馆 那今天我们得到一个机会 能先和香港故宫的馆长 吴志华博士见面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Hello 吴馆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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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故宫博物馆的建筑物 其实有什么建筑的风格 或者内部的意义在这里 你给了一个外形 是参考了一些 中国古代的艺术文物 那你见到 你见到是很典牙 幽美 鲜表是很简洁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文物 都是很简洁的 未来7月份开幕 好像说有900多件 来自北京故宫的文物 会来到香港 有没有什么 是镇馆之宝 我们一定要看的呢 900多件 每件都是镇馆之宝 其中有160个件 是一级的文物 一级文物的意义是怎么样 其中一级 全中国只有20多万件 你想想我们全中国 有8000多件的文物 所以这100多件的一级文物 是我们的国宝 我想我们很难得一次过 可以问他们 借了有100多件的文物 来到 这些东西 是有些鱼片的 很难的 其实建筑师本身是参考了 紫禁城流离鱼片 有一个形态 它是用一些新的物料 用一些铝的物料 感觉很动态 作为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文化符号 故宫拥有着众多的皇宫建筑群 文物古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 香港故宫今次一共有9个开幕展览 分别介绍故宫营建的历史 帝王生活 书画 陶瓷等不同的主题 王伟均先生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 亦都是香港故宫多个展厅的拆展人 展厅衣服和陶瓷 我们希望介绍陶瓷不同的方面 所以我们也设立了很多互动装置 清代工匠一样 制作自己心仪的瓷器 例如我选择这个碗 当时的画大概是这样的 可以加上自己的姓 例如我姓王的 其实已经出来了 其实这个整个空间 主要是以博古架为主题 去到这部份 主要展出名称的瓷器 那个就是所谓的教育空间 我们就以一个遥路为一个模样 到时就有些教育角 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小的作方或者讲座 给一些参观者来 希望可以融合到一班的一班 学生的一半 我们借了一些他们的study collection 可以呢 观众可以摸的一些瓷片 希望可以拉近观众和文物之间的距离 感到很好 这个可以真的给他们 不只是一个看 可以有些玩或者去试一下 其实呢 其实呢 关于初中的中国历史科 加入了明代止禁城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这个故宫博物馆 会不会考虑一下 怎样可以参与多些 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课题呢 其实呢 香港故宫呢 对于教育工作 是我们的 所有工作里面的重中之中 我们是和教育局呢 是有一个合作 就是编写一套叫做 细说文物 中国历史的资料冊 就是将呢 我们选了很多一些故宫 我们开幕的展品呢 就是给老师 他们可以这个资源冊呢 可以在课堂上面 可以一个课堂外的延伸 可以去到国民本参观而使用 令到很多的同学呢 可以参与去当中 找到我们中国文化艺术的意义 和趣味 我们要做一个鱼花圆 一些假衫 加上现代一点 一个方形的表达出来 香港呢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一个连接中外的一个地方 其实 故宫博学馆呢 有没有跟中外交流 或者一些未来的定位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呢 我们是很希望去帮助香港 建立我们成为一个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我们有一百件来自北京故宫的 可以用马文化艺术的藏品 同一时间呢 我们亦是会和法国的 罗法公博物馆 借13件他们的藏品 同场连出 我们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透光马文化艺术 之间大家有一个对话 那今天这个故宫探秘之旅 就要结束了 希望在来到七月份 正式开幕的时候 我可以带到我的学生 来到故宫博物馆这里参观 在国家的支持之下 香港的文化得到一个很长足的发展 而故宫博物馆的设立 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更好地了解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场 更加增进我们对于国家的认识 增加我们的国民身份认同 那今天就来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